今天是好耶 從北京回來到台灣的第八天 早上的8點40分左右 現在呢 準備要去搭公交車啊 準備去一趟那個台南的關廟 去拍一下那個 關廟面 手工日賽面的這個日程 上下車刷碼對吧 謝謝 馬上到下午啦 看看多少錢 大車 15塊錢 坐著公車啊 一個包車 我剛按了 謝謝啊 謝謝 好 講了 上公室在那邊 好 謝謝 這邊對這個麵條衛生的控制還是相當嚴格的啊 這邊就是我們製麵開始的第一個步驟 你剛好現在他剛好準備要貨粉了 對 就是我們麵粉都會先來到這邊做暫存 然後當天的就馬上使用 就會倒進這個 半分桶 對 然後他會跟我們的鹽水去做攪拌 粉跟水混合之後 麵粉就會到時候他就會倒下來這一邊 這裏面只有麵粉跟水嗎 對 我意思是說現在裏面有水了嗎 他有倒水了嗎 有 他已經加完鹽水了 已經加完鹽水了 然後這個就呈現顆粒狀的啦 對對對 然後在這邊會做攪拌 他攪拌之後他就會讓他去 壓眼產生麵皮 就像這樣一捲一捲的麵皮 就變成這樣一捲一捲的 對對對 他們會做多次的壓眼 他等一下就會這個麵皮 移動過去到那邊另外一條 另外一邊再壓 然後他會做兩個麵皮的去結合 去把它壓成 又變成一片的麵皮 來到這邊之後也是壓過好幾次了 也是壓過好幾次 最後再把它切掉 對 對 官廟麵跟法拉利麵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我剛剛 法拉利麵比較 捲曲 他有點像泡麵的那個捲捲的感覺 我們做這個程序是扭麵 一整整整的麵條 扭成一個類似扇形的形狀 對 這樣子會比較好 置放在這個圓形的盤上面 標準都是官廟麵80克 麵皮去做那個分條的 工作這樣下來 然後會經過這邊 我們會造個紫外線這樣子 麵條 造紫外線這邊就是 進行一個初步的殺菌了 對 傳統的官廟麵 蠻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扭麵 他需要人工去處理 所以他有一定的技巧 沒那麼好學 而且如果要弄到這麼快 要花不少時間 打比方說我想要來你們這邊工作 熟悉的話 要多久的時間 應該 至少兩個禮拜吧 兩個禮拜 熟悉像這樣子 對 但是要快的話 可能在R1都做 十幾年都有 十幾年 對啊 我們等一下外面看一下 他們怎麼把它 推進去 等一下要去曬的那個地方 好 像剛剛就是你會看到 推車上的面 直接是一整節 但我要曬的話 我一定是必須要讓他有空間 有空隙 他不論是陽光或者是風 在帶走他濕氣的時候 比較均勻 所以就會有人在這邊把這些面條 上到這個架子上去 裡面有除濕機跟 加溫的設備 所以他陽光不充足的時候 他還是有辦法讓他 乾燥 對因為你如果說 你讓他再放更久的話 其實面體會變直 傳統的這種 曬面的工藝 就是放在架子上 直接曬太陽 沒錯 然後 放在陽光屋裡面 相對來說 可以減少一些醜態 減少一些汙染 然後一個均勻的曬到太陽 對沒錯 外面要這邊 太陽很充足 比較少下雨 然後他們過往的方式 就是他是一個 平面的層架 對 他平面的層架 就是曬的 就是一層 他不像這樣子 一層一層堆高起來 所以他是平面 他就需要非常大的場地 對 因為每一個曬的都是一層 然後過去的方式是 我這樣曬 我可能曬一陣子之後 我會用另外一個空的 胎子 竹篩 蓋上去 然後他把它翻過來 對 這樣子才會均勻 因為他這樣 他們過去曬的方式的話 上層乾了 下層沒有乾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個方式 讓他翻面 等一下進去會看到 裡面有大台的風扇 然後還有吐司的設備 所以他會 從中間縫隙中 去把這個池氣帶走 然後再加上陽光的這個曝曬 所以他就會把 整個面 麵條在各天他就有辦法做乾燥 太陽曬過的面跟沒有曬過的面 吃起來哪有香會完全是不一樣的 而且因為他有曬過 所以他會 麵條會稍微膨脹一點點 傳統的光面麵會比較膨 因為他又曬過 然後他麵粉香的味道也會比較充足 我們做不同空間的區隔 就是在不同狀態的麵條 去做乾燥 跟調整 今天應該剛好是在趕關廟面 因為 太缺了 說真的最近太缺貨了 這個面 基本上還煮了七八分鐘都不會爛 對 都有噴海 很有嚼勁 那我們 過去看一下包裝 我們從這 往南更衣室進去是吧 對 好 身上的灰塵 這個還是 這個環節還是很重要的 對 包裝的部分 對 包裝最重要 因為有的會有那個 我之前有發現過 就是麵條裡面會有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環節 他曬完之後 他一樣會再把它堆疊起來 一整疊 了解 像放在推車 推車這樣子 然後再進行包裝 對 跟他原始的狀態不一樣 就是他全部會再疊一起 然後再來這邊包裝 那邊是醬料包 然後這邊是麵 然後在這邊進行 包裝 我們控制濕面條的 重量之外 乾燥之後 這就是客戶要求 就是說 我就是要80克 要85克 讓他在標準之內的 他就會去控制 那 你發現他這個打掉 就是重量不標準 那怎麼辦呢 這就額外會再做另外的包裝 就類似那種整袋的麥 對 福利品的方式 就整袋的麥 他也不是壞掉的麵 他只是重量不足 對 理解 一個人放香料 然後另外一個人放麵條 然後就隨著這個機器 往後面走 到這邊去進行包裝嗎 這一般是貨物走的 對 因為我們這樣還要再 往和穿一次 我們就走一次這個流程這樣 好好好 挺好的 車隔開了 對 他一樣就是跟 這邊關掉 其實就跟進來那個空間的 一直有點像 就是 就是一開一關 對 就是你確保說不會有床或是什麼東西 就是直接藏進去 了解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倉鼠的空間 對 走了 謝謝 麻煩你了 拜拜 好威現在已經離開麵廠了 然後要往 那個台南的市區方向走 好威家的這個麵條 製程呢 可以說是相當嚴謹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進去工廠的時候呢 我們要戴口罩 換衣服 洗手 對不對 這個麵條 麵粉 水 鹽 的比例呢 都是 有精準的調配 然後 壓幾次 然後醒麵醒多久 然後去做裁切 切完之後呢 然後再去捲麵 把麵條給曬乾 傳統這種曬麵呢 特別會有一些污染物 所謂的 蟲子 蟲子飛在上面去產卵 污染到這個麵條 但是現在 到陽光屋裡面去做麵呢 相對來說 可以減少這些 污染物 做出來的麵呢 不但有麵香 而且呢 相對來說 也比較乾淨一點 所以說啊 為什麼大家 這麼喜歡吃 台南 關廟麵 為什麼 台南關廟麵的這個名稱 遠近馳名 大家都非常喜歡呢 除了這邊 獨特的 氣候環境之外呢 也歸功於他這裡的日曬 時長相當的長 好吃就在於 本地人是怎麼樣去看待他們的這個工藝 傳承的 麵條做出來曬太陽 光是曬最少就得花費一天的時間 這跟很多工廠那種 快速乾燥麵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麵 透過太陽的烘烤曬乾之後呢 確確實實跟其他普通麵吃起來的 口感也好 香味也好 有一定的 差距吧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我準備要回台南市區了 那就聊到這邊 未來啊 好耶的麵條先生手工乾拌麵 如果是在大陸這邊 持續的銷售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來捧場 品嘗一下 台南 陽光 曬出來 口感相對來說比較豐富 九煮不爛的 觀妙面 那就說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下期見 拜拜 拜拜